第一个论断第一句话说 If no other safe supply can be obtained Tap water that is too hot to touch Can be left to cool And is generally safe to drink 第一行的当然是一个条件状态从举 如果没有其他的安全的水资源的供应能够得到的话 怎么样呢 Tap water我们说了就是自来水 自来水前面这个tap water中间加不下连字符都行 后面有个定义重句 That is too hot to touch 这黄言词是定义重句 就是特别热乃至于不能够碰会很烫手的自来水 能够把它移留让它慢慢冷却 Be left再加动词不定时 就是让它处在状态不管它 让它放在那儿摆上慢慢凉下来冷却 这个酷就注意在这是动词 不是形容是凉的而是动词冷却的意思 可以不管它让它慢慢自个冷却 并且这个水它的主意还是tap water that is too hot to touch 这个病那点词 主意一样就没有再说 通常喝起来是安全的 Be safe to drink 这个里面有一个搭配就是le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可以顺便记住 leave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就是把它遗留在这个状态 让它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边 就是我们这个水可以放这不管它 让它慢慢冷却 让它处于这个状态 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不管它 leave the rice to cook for 20 minutes 让这米饭大概蒸大概20分钟就行了 你甭管它 是个电饭煲 把它放在里边就20分钟之后就好了 也是这么一个 让这个东西处于这个状态 这个水放在这甭管它慢慢冷却 然后再喝是安全的 后面第二句也是本文中的最后一句话 咱们看怎么说 他说 Those planning a trip to remote areas or intending to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drinking water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should know about the various possible methods for making water safe 这个前三行都是句子的中语 主语中心词就是those 那些人 什么人呢 我们跟着复杂的后制定语 第一个后制定语是 planning a trip to remote areas 现在分词端页到后制定语 就计划去那些偏远地区旅行的那些人 然后第二个后制定语说 或者怎么样呢 intending to live in countries 打算intent to do 还是现在分词到后制定语 打算住在这些国家 什么国家 里面再牵涛一个定语从具 黄颜色的 就在这些国家里面 饮用水并不很容易很得到的 去这些国家的那些人 然后主意完了 前三行都是主意 问题在这 should know about 应该比较熟悉 比较通晓 know about 就是对某个东西很内行 熟悉通晓 有研究 要通晓这些不同的可能的方式 然后method 或者可以加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让水变得安全的这个方式 method是搭配很多的一个词 做某事的方式 也跟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 除了用for doing 也可以叫of doing 用of搭配 咱们在28个病人和医生 咱们也见过 下面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看remote areas 这个是偏远的 一般不反正遥远 偏远的与世隔绝的那些地方 remote here means Far from towns or other places where people live 就是离城市城镇比较远的 或者是离其他的人住的地方比较远的 就是偏远的或者isolated 与世隔绝的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 a remote border town 一个偏远的边境的小城镇 人烟稀少 离大城市特别远偏远的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看三册的第48课 新干点英语第三册48课 他说 We always assume that villagers in remote places are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我们总是以为 那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们 总是很友善 并且热情好客 这个remote也是偏远的 与世隔绝的 那些穷乡僻壤这个地方 所以计划去偏远地区旅行的那些人 或者是打算怎么样 住在这个国家 里面饮用水不是很容易得到 be readily available 这个结构是固定搭配 就很容易得到 readily可以翻成easily 这两个词可以替换 我们在24课论美beauty那个书讲过 readily就是easily 它可以比较容易的 available 咱们也可以把它换成obtainable 这个知识在35课咱们讲过 obtainable也是可获得的 这两个形容词可以替换 这副词也能替换 这个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parking is readily available near the station entrance 在我们这个站的入口处 停车是很容易得到的 就停车位很多 停车很方便 be readily available 再比如说 the information is easi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这种信息在网上很容易得到 be easily available 这个副词可以替换 这形容词也能换 咱们看一看207页课文的第一句话 35课 207页课文的第一句话 他说 the moon is likely to become the industrial hub of the solar system 还记得吗 月球有可能成为我们太阳系的工业中心 supplying the rocket fuels for its ships 可以为它的船提供火箭的燃料 easily obtainable 这个燃料怎么样 很容易获得 在哪呢 从月球的岩石中 以液太阳的形式来获得 easily obtainable 就相当于easily available 这个easily也能换成readly 是一样的 好 再看他说 should know about the very possible method 这个必须啊 对这个东西很懂行了 know about 是对什么什么 很了解 很通晓很懂行 know about something 咱们看的竞选集的英文含义 if you know about a subject 如果你对一个主题是know about 是什么意思呢 you have studied it or taken an interest in it and understand part or all of it 如果你对一个东西比较know about 表示你曾经研究过它或对它非常感兴趣 并且了解它部分或全部的情况 就对某东西熟悉通晓同行 研究过或者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他有部分或全部的知识 就熟悉通晓 同样看些例子 I have a friend who knows about antiques 我有一个朋友对古董比较懂行 know about 研究过吗 是好像antique 三册三十四刻讲过古董 再比如说 hire someone with experience someone who knows about real estate 我们去雇这么一个人 雇一个有经验的人 雇一个对房地产懂行的人 know about 就是懂行 熟悉了解 这个搭配可顺便记住 这个我们要这样的游客怎么样 应该呢 比较熟悉这些不同的可行的方法 什么呢 使水变得安全的方法 method for something 也可以换成off 我们说了 这两个介绍完全一样 可以替换 method for something of something 当然something前面也可以加doing 就某个东西的方法 或做某事的方法都行 加for加off 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先看加for effective methods for the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有效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储存和检索信息的方法 retrieval 是个计算机术语 就检索查询 储存和检索信息的有效的方法 method for something 再看一个加for doing的例子 vaccin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for preventing disease vaccination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中痘了 这个像中痘就是这个这个中疫苗这个行为 中痘中疫苗是我们能够预防疾病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method for doing something 后面叫of doing也完全可以 也完全可以 比如我们看第28课 在本书166月第8行到第9行 166月第8到第9行 好 这是我们看到unmethod后面加这次for 我们再看两个后面叫of的例子 这个都出自咱们新概念思测 有一个讲过 有一个在未来会讲 咱们先看28课里面 就是166月第8行到第9行 病人和医生这个书 166月第8到第9行 there's no quicker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than by giving them what they're asking for 再也没有比病人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更快的打发病人的方法了 the method of disposing of patients 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 做模式的方法 在未来第41课就是训练大象这个书 也会出现 咱们看一下240页第三行 240页的第三行出现这么句话 apart from moral considerations this is a stupid method of training 在这点 后面就看前半句 除了道德方面的考虑之外 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训练的方法 method of training 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式的方法 注意method和我们加for 加of都可以 这是仔细做经读 咱们下笔就有根了 所以看到英语写作真是王冠上的宝石 真是像林朝伦老师说的 中国人学英语实在是太难为我们了 在英语中真是要注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要求特别精细的写作 但是我们要顶住这个压力 把这个细节记住 我们写出漂亮的高分的文章 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了 否则的话 咱们中国人的英语写作永远在地分打转转 好 38课已经完全讲完了 希望大家不要看完之后 就像看那眼儿听相声一样 不管了 反复多次的收看 把很多东西可以记到笔记上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然后直到自己把知识点完全消化 到咱们的血液里面去 这是真正把知识点变成自己的了 否则听完课之后 知识点还是我的 大家一定慈禧复习 好 38课跟老师就看到这 谢谢大家